這邊有瀏覽器 不過移出重複之後 其實是從這個 瀏覽器裡面而來的 那功能其實跟我剛剛講的 很像樞紐分析 你也可以用樞紐分析試試看 不過我是覺得樞紐分析 對一般那種 不會用VBA的人 OK 但是我覺得會寫VBA的人 那個東西可能慢慢就比較少用 因為他畢竟還只能做部分功能 部分的還是要自己 那乾脆全部做是用VBA 自己全部寫就好了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已經有把移除重複 並且加一個總計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按下 他自動幫我把結果做出來的話 那理論上我們會 可能會這樣做 第一個也許先什麼 用那個什麼呢 count if 函數 你可以先把那個 count if 函數先加上去 然後去找到什麼 找低欄部分 所以你可以 在瀏覽次數裡面 count if 兩個引數 range 指的是哪個範圍裡面 就是從 D2 control shift 向下 OK 然後呢 他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所以這把他鎖起來 F4 然後 criteria的話 就是他要找哪個瀏覽器 找這個瀏覽器 所以這邊的話找A2 不過我前面好像有提過 找到1500 1833 他會在那個陣列裡面 其實就一個範圍一個陣列裡面 找找看 並且幫你加一加一 實際上你也可以寫VV來寫 不過因為 他已經有的功能 我講過了 你不用說沒事 就是要自己什麼都自己寫太累了 那另外的話 我們剛剛用選瀏覽器的方法 就是選這個頁面之外 其實另外我前面有講過 你也可以把這邊定義成一個名稱 用F3去選取 那這個方法的好處是 將來VBA程式會更簡短 會更簡單 名稱配合VBA其實相當的好用 不過第一個 當然你要把這個範圍 就是先用公式裡面的定義 重新去範圍建立 把它定義成叫瀏覽器好了 按個確定 然後將來的話 這邊你可以 擦環數的部分的話 這邊就直接按F3 把它叫瀏覽器 其實就等同剛剛的結果 那好處就是說 你將來在撰寫程式的時候 我們就是直接 把這個瀏覽器的名稱放上去 其實會比較簡短一些 那再來的話 甚至 你前面這個 這個A2其實也可以用名稱 只是我覺得 有些看個人習慣問題 那排名的部分的話 我們一樣用那個RANK RANK.EQ 然後一樣B2 去這個範圍裡面找一下 他就是幫我把使用次數高的排在上面 D的排在下面 那這邊按一個確定 那最後的話我把它清除 如果要一次全部做完的話 當然就直接把剛剛的動作全部 變成一個按鈕 那這個按鈕裡面的話 基本上我們第一個就是 先踩那個R R是最下面一列 因為多一個總計 所以我把它減一 OK 然後 For I等於第二列到R 就是到那個 Opera這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 目前這個是真正的那個資料 這個是某公司的那個 真的他點擊次數 但你會發現 那證券 還有IE 瀏覽器還是排比較高 可能因為他裡面有綁一些東西吧 那Chrome排第二 那Safari是 In-App In-App那應該就是用平板 或者是用那個Apple的手機 Safari應該是那個Apple的 那其他是Edge 就是Android的那個 好像比較少一點 那其他還有Samsung Opera等等的 OK 那裡面的話 我們如果要一鍵完成的話 我先把它清空 清空的話 就是把這個Range裡面的資料 把它點ClearContent 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所以你就前面加一個Range Speed2到C10 然後後面的話 你就加一個點什麼 點ClearContent 打一個CL 前面這個都有講過了 基本上全部的話用Clear ClearFormat是裡面的格式 不過這裡你千萬不要用Clear 用Clear的話 你的那個框線就全部不見了 所以ClearContents 然後把資料清空 那接下來就是 把回圈裡面的東西 再利用什麼 把公司 假設我們公司做完 就把這個公司 直接 複製 貼到我們的VBA裡面 就後面這一串 這個我想入門班 的部分都有講過 所以基本上的話 給各位再稍微複習一下 反正是貼公式 裡面可能會比較有問題的 就是說後面這一個 貼上之後的這個 這個東西 應該貼到雙引號裡面 貼上 然後這個A的話 就要變成I 然後我們的雙引號 雙引號 移到中間 endend再移到中間 再打個I 其實這有點像背口訣 如果這個口訣背起來 基本上好像也無往不利 其實暫時不知道為什麼 也沒關係 反正 不過後來你會發現 做久了 好像大部分同學 就再也不會問為什麼了 就好像覺得 這應該是就這樣 所以會的人都覺得很應該 不會的人就覺得為什麼 這很很 有時候 所以我們還是 剛開始 還是要稍微解釋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I 非常的重要 字串裡面放個變數 其他的話 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的那個 RANK EQ 裡面一樣放個I 然後去統計他的排名 那這一題可能比較 會 是問題的 是應該是這一個 排序部分 假如說我原來的排序 假如說可能不是按照這樣排序 不是我原來排序是按照那個 按照這樣排序 OK 可能原來的排序是按照 瀏覽器的那個名稱排序 但是我希望 希望當我全部統計完之後 幫我按照什麼 按照排名排序 OK 那我這個地方的話 要怎麼去重新排序呢 基本上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 在這邊寫 所以這一題比較關鍵是排序部分 那怎麼樣做那個 在VBA裡面做排序 假設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按照名次排序的話 第一個你要告訴他範圍 從哪邊到哪邊 然後呢 我這個範圍是 A1有沒有 跟著你講 應該不包含藍位名稱 從A2開始 到 C藍的 總計這個也不要 所以我基本上是R-E 跟著你講 應該是 R已經-E了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這邊就不要簡易了 不然的話排序又排錯 OK好 那後面的話呢 多學一個指令 一個方法叫Sort 這個Sort 顧名思義啦 就是 排序的意思 也就是說呢 他有點像我現在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之後 然後點選什麼 點選資料裡面的排序 手動排序 但是你排序部分的話 你要告訴他相關的訊息 這個Sort的後面空一格 他這邊有 這個中瓜湖表示 這裡面的參數是 不是必要的 OK 不過理論上 你還是要給他 按照 哪一欄排序 OK 哪一欄排序呢 基本上我今天呢 如果按照使用次數幫我排序 那我就D-排序 OK 所以如果今天呢 假設我今天是要按照什麼 按照這一欄 那因為我剛剛選的範圍是 從那個A2到C9這個範圍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要告訴他其實就是這個 第一個儲存格 或第二個 或第三個 那如果假如我今天希望的話 希望 按照那個 就是 第二欄 就是 這個 使用次數的話 那我就輸入B2就可以了 OK 另外一種輸入 就是 另外一種輸入方法 就是你多加一個 各位有沒有發現 空一格 有沒有 前面這邊有個Key1對不對 啊 有些書上面會這樣打 Key 1 冒號等於 這個東西 有沒有 啊 同學 之前有同學問說 我是為什麼有些是等於 有些是冒號等於 啊 其實冒號等於 意思就是說前面是引述的名稱 後面是要丟給這個引述什麼資料 OK 應該懂意思吧 對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要省略的話 必須是剛好第一個引述是K 就Key1 啊 你你放的資料剛好就放在Key1 有沒有 他對到了 但如果不是的話 比如說你今天啊 是要剛好是Key2 或Type的話 那你就是說 你不是按照順序的話 你就是要前面給他一個什麼 引述名稱才OK 像這個是不用 像這邊因為剛好我們是放第一個 所以不需要引述名稱 啊 當然你要加也可以啊 你不加也可以 所以啊 第二個的話呢 你要就是 按照递增還递減 所以逗點 逗點第二個什麼 哎 有沒有 Order1 就是第一個是Key1 Key1就是你按照哪一個 啊 藍排序 然後呢 是递增還递減 這個還递增還递減 對啊 這個呢 哎 對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按照那個使用次數排的話 那我應該是 递減 所以今天在這一個 好 這樣OK了 所以啊 理論上 現在沒有按照那個排序嘛 所以我先把它清空一下 那我現在射中斷點 因為我要看效果 對哈 所以往後啦 以後 如果你哪一行不熟 我是建議你那一行就射中斷點 好像很多同學還是搞不清楚為什麼要射中斷 他其實就是 主要是那個效果你不確定是否正確的話 那你可以先停一下 對 不然跑過 哦 有了 或者沒有了 那你也搞不清楚啊 所以我的習慣是 如果那一行我不確定 那我就在前面先加一個中斷點 接下來的話讓他執行 因為前面我都知道應該OK 所以我就想把他執行哦 OK 他就跑出來了 但是 是不是會按照我的 要求排序呢 我們按F8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他就按照什麼 這個範圍有沒有 由多的排到小了 那你就想說老師可是我想要顛倒 我希望少的在上面多的在下面的話 那麼你很簡單嘛 你可以什麼 再把它改一下 其實VBA我覺得這個地方很厲害一點 就是說 他其實有支援倒車功能 什麼叫倒車 就是說你這個地方 可以再try 其他的結果 假設我這邊不是改 剛剛是地 地減 現在變地震對不對 你可以倒車 其實我發現 寫其他城市都沒有這麼好用的功能 其他城市沒有 就覺得 這個VBA這個環境很棒 因為他還可以中斷 還可以倒車 再執行一遍 那再執行的話 通常會按F8 有沒有發現 這地方就d 有沒有 如果說假設啦 你不要按照使用次數排 你需要按C C欄排名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C 有沒有 然後再倒車一下 然後 按F8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 以後 如果你在VBA裡面 要寫排序功能的話 記得 其實也是Range 所以你會發現今天Range 多學一個點Copy 跟點Sorts 這兩個功能 就幾乎是 很好用了 有沒有 再加上我們前面講的 你會發現Range 真的是太太多 其實都可以達到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主要是練習這一個 但 我在那個雲端上面寫 有什麼Key 我剛講Key1 冒號等於 然後這邊的話 叫什麼 Order1 冒號等於 有沒有 其實這個跟這個不寫不寫 都不影響 因為他剛好就是第一個參數 跟第二個參數 除非說 你有別的參數 像後面還有別的參數 這麼多 那你比如說你要用的是後面的 像黑的有沒有 這邊有個黑的 然後 你如果要給給他一個那個參數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 因為他不是按照順序吧 你按照順序的話 應該後面是Type 可是你是跳啊 所以你後面你不能說 就是直接指黑的 如果你要指黑的的話 你就是 把那個黑的 如果字不會拼的話 你就看上面有沒有 這邊不是黑的 冒號等於 你會發現 他會自動給你提示 有沒有 那有沒有 這個黑的指的是有沒有欄位 名稱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有還是沒有 其實我們這邊 有 可是我指的是 A2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的話 這邊其實應該是沒有 除非你要這邊改成A1 就是有 OK 那另外有個什麼呢 讓他去猜猜 GAS 讓他去猜猜看 不過他怎麼猜 這 好吧 反正就是 這應該是要NO 所以你要多一個欄位 我試一下 如果不確定的話 你移上去 按F8看看 好像也一樣 有沒有 所以有沒有黑的 這個我想你自己再一次試試看 有些功能的話就是這樣試出來的 所以 程式如果不確定沒有關係 像很多功能 我本來也不知道怎麼寫 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中斷有沒有 然後你先看一下結果 好像不是你要的 那你可以怎麼樣 改 倒車 改倒車 總會改對吧 所以所有程式裡面 其實你不確定的大概就那幾行 那你就那幾行 射中斷 改一下 有時候那幾關就過了 過了 就是你要的結果 OK 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這一題的最大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 了解 將來 將來如果你的報表 假如是要重新排序的話 那你可以用那個所謂的 range 先給他一個範圍 那如果那個範圍本身呢 就沒有選到 那個 欄位名稱的話 不是從A1開始 那你那個header就等於xl no 如果有選到從A1 那就yes 就是從yes 就是他會自動避開那個 第一欄的意思 第一列的意思 然後 試一下